海南塞马话题引发热议 而塞马也是作为国家支持 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自公布以来各路的投资商纷纷远远于世 今日海南省的职能部门对塞马项目也更加强控管 海南省工商行销管理局发布 海南省工商行销管理局关于站不受理名称和经营范围中含有塞马等字样登记申请的紧急通知 各级登记机关站不受理市场主体名称和经营范围中包含了塞马、跑马场、马会等字样的设立登记 和申请将名称及经营范围变更含塞马、跑马场、马会等字样的变更登记 海南十大研究中心主任刘峰针对这个现象声称 海南此时暂停塞马字样的工商登记 有助于防止企业投资者跑马圈地 更可以避免潜占资源的现况再次发生 也有利规范产业健康及永续发展的必要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吴康伟真理报道 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